玉立警分局永峰派出所副所长陈景生与远景 执行深夜巡逻勤务时 在中心路上发现了一只落难的保育类猛禽 零狡囂或动力不佳 因此为布农族的副所长陈景生 生之猫头鹰为布农族的圣鸟 因此就暂时带回所内安置之后 并且轻松临近台东池上乡的野湾救伤中心来处置 玉立警分局永峰派出所副所长陈景生与远景 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刑警中心路时 意外发现了这一只落难的交客零狡囂 在马路中央奄言一息活动力不佳 于是赶紧救援处置 再把这只猫头鹰带回所内 并将它保温 然后紧急打电话给保育动物协会慈善分会 并于隔日再送去池上动物保护协会来做处理 不仅生怕这只保育类猛禽 灵脚销遭露杀的可能 身为布农族的副所长陈景生也贯彻实践 祖先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规范 细心守护布农族传统文化中的圣鸟 是一个吉祥的动物 鸟类 它如果飞到这也拿住家 就表示这住家将有喜事的发生 所以都要好好的爱护它 不要失智、饲养、饮免、触犯、动宝法 副所长陈景生除了实在一次呼吁大众 不可任意捕抓或饲养保育类动物之外 至于灵脚销的目前状况 经Wild One野湾非营利野生动物医院专业受医诊疗 复原情况良好 现在就等灵脚销能独立进食与狩猎后 将重新野放回归山林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